黃雲姬三星傷害打792耶 三星比他蠻高 這OK吧 蠻令人期待他午火之後的 那大家都知道1月16號正式更新的新春版本嘛 副一系列的那個內友 所以我想說就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因為其實我這幾天有在計算那個活動可以拿到多少換星跟好康 我不知道你們在不在意這個啊 應該蠻多玩家都會care的 因為我自己算完 就是整個活動可以拿到換星差不多有2萬嘛 先到我算完三星我們總共可以拿到1500點的換星 光是這邊就先1500點嘛 因為第七天第七天都是1500點的換星 然後我們籌段就是 第一天15個然後第四天15個 這樣30個30個30個 總共90個 所以孫全造型也是免費拿嘛 所以我們光是這個活動 第一個活動就可以拿到1500換星加90個籌段 然後其他的就是一些強化素材啦 然後這個這個最重點這個iPhone14我蠻想要的 我也蠻想踏入這個iPhone的圈子 過年活動主要他就是來佛心送的啊 接下來是這個翻牌遊戲 就是翻牌遊戲也是還不錯 因為這個總共我計算全部下來 就是整個活動下來 這邊大概是6-7千換星啦 然後碎片大概是6-7十 我先跟各位說啦 我們赤兔毫里這邊是1500 那翻牌遊戲差不多是6000 所以現在加起來差不多是7500啦 接下來是青河藝館 就是現在大家其實蠻喜歡玩的自走型 全部解完差不多是8000換星 我記得是8000吧 那碎片這邊 如果你換的話就200個碎片嘛 那劇情的話 他這邊一次是5個碎片 他總有7天 所以我們可以再拿到35片 黃顏姬的碎片 那由於上次抽禮包馬的時候 有一位中獎者最後沒有來領獎 所以我們就可以再加碼一組 那禮包馬的內容是 幻星888加5張招募券 然後5顆終極神斷石 以獎勵來說算是還蠻不錯的 那我們的抽獎方式 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 新年快樂 就可以拿到抽獎資格了 那留言的截止日期到1月31號 我會在這部影片的置領留言區 留下重獎得主 那必須在2月3號的晚上12點前 找我領獎 否則就再抽出下一位得獎者 不管怎樣 我跟你講Santa是超級強化版的黃天 所以元姬是你遲早要入手的角色 他是可以取代司馬 是100%取代司馬 如果你們新出的伺服器對不對 就是一開始就有王元姬可以抽 那司馬翼就可以滾 司馬翼就是沒有意義了 因為司馬翼的話 你在越來越後面會用不到他嘛 但王元姬任何地方 他就是很強 他比司馬翼還強 他可以打了就可以浮血 跟你們講一下他的技能好了 他的技能就是怒弓啦 他怒弓是打一列敵人 一列就是兩個當一列 這叫一列 這叫一趴 那會給對方兩層預言 那預言是算普攻或是怒弓前 然後根據怒氣值 會損失的 怒氣值損失血量 好不好 那這個追擊的普攻除外 這邊就是要去看一下 有些那個計算是沒有列進去的 反正我們每擁有50點怒氣 就可以損失一趴 對手一趴的最大生命值 但是最少 就算你的怒氣沒有很多 他還是可以損失最少4趴 所以其實很強 4趴 很猛啊 然後 他最高只能損失到 王元姬最大生命值的40趴 然後他這次給兩層 最重是他是給兩層 然後每次觸發就是會少一層 所以你一次怒弓就可以 用兩次這個預言效果 然後被動最扯的 被動超扯 被動就是你只要發到預言 打到傷害 然後就會補血 就會幫隊友補血 而且是兩位隊友 所以 為什麼王元姬在打三合這麼重要 因為司馬翼又不會補隊友 然後王元姬會 所以王元姬 如果你們的伺服器 或你想要轉身 司馬翼就真的可以滾 他就真的沒有意義了 就不用再創什麼司馬女團 就直接真的女團下去就好了 沒有必要再做一個什麼司馬女團了 意義一點都沒有 他可以打人很痛就可以補血 重點是他在五星之後 我怎麼跟你們說三星開始不算夠用 是因為他雖然能打能補 但是五星開始他是 王元姬每次怒弓之後 然後和預言造成傷害時 他會記錄起來 然後你下次補血的時候 就會補這個傷害的50% 額外補 懂嗎 就是你今天 你瘋王一本就補100好了 然後你應該打人100 然後所以就會把這100變成 他58就50嘛 就會變成補150 你打他越痛 然後你補的越多 然後這邊又是你補的越多時 你又打人越痛 你們有看到嗎 這邊是 你打人 然後加在補血這邊 那你補完血之後又加在打人這邊 所以我怎麼跟你們說到五星 因為他是 越打越痛越打越痛 越補越多這樣 那司馬翼根本做不到這些 所以司馬翼如果你有忘記的話 司馬翼其實就沒有必要去投資了 最少要用就是五星啦 我覺得五星可能會比較汗用 因為基本能力之一又差 那覺醒之後就是 他治癒力量又會提升 那這個治癒力量又代表說 而且他變成會是不可缺散 不可缺散超猛 你們就知道這角色到底是 為什麼那麼推 然後等下我跟你們說他 TVP到底能不能用 我自己覺得 然後預言他的傷果就是提升傷害 然後無火就是增加補血 所以你們要不要抽呢 這個在打TVE真的很小 可能你抽了這隻會讓你現在推不過的很多關卡都會推過 然後他的羈絆是真的很強 因為你只要上三種職業 當然是包含王爺機自己 對攻擊型就算一個了 你接下來只要隨便放兩個就直接發動 然後就會提升怒攻速度 跟同列武將會減少30%傷害還有自己 我之前有跟大家說我們現在女團 其實我自己覺得 呂林奇沒有一定要 大家女團還會放呂林奇嗎 目前你們的女團還會放呂林奇嗎 欸我那隻角色在哪裡 喔對 我們一般來說的話 大部分的玩家 會是這幾隻角色吧 只是站位就會調整 對不對 大家知道我們現在女團不強嗎 我跟你們講好了 我們現在女團為什麼其實很尷尬 是因為大家之前會說 THY的女團很強 是因為有大橋 然後可以去做惡夢擴散 我們就是用雷靈奇上惡夢 然後大橋做一個擴散 這邊才可以跟馬雲露做一個搭配 那現在女團為什麼就會說 呃之後我們現在 我會我的話 我跟你們說我自己的想法 因為女團大部分玩家走一個抗隊 馬雲露他是打一個 就是鳳武的T字傷害 就是一個鳳武的擴散傷害 然後他會無私防疫 所以傷害也很高 然後花蠻打真實傷害 貂蟬打控制 董白就是一個逆轉身教 那我們現在 其實呂林奇上惡夢 不能擴出去的情況下 效益很低 因為你不能打擴散 其實放他DB值很低 真的不高 所以我會建議 其實大家可以把王毅露塞上去 變成這個樣子 王毅露之後可以充滿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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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時候 王毅露可以放進來 呃然後你的位置的話 其實他的擺放 我會建議放在前排 但你要放後排也可以 因為他這個效果 我剛剛有跟大家說過 我剛剛有跟大家說過 他就是會補血 然後就可以打 你要放後面也可以 現在之後 我建議你們女團 可能就要擺成這個樣子 把呂林奇下放掉 我們把呂林奇下放掉的原因就是 這邊 呃 圓姬跟花蠻打一個真傷 對不對 然後真姬就是 夠坦 然後他的 換武效果就是 會讓隊友 整個女團變得更坦 那我們要放這邊也可以 這樣 那貂蠻的話 你有換武 你想放前排也行 但沒有一定 那花蠻跟馬鈴露就可以放後面 你要放前排也可以 因為花蠻 他倒地之後會有個全體傷害 你靈奇放掉之後 你就把靈奇放到惡夢隊啊 你就把它放到去做一個 婦女僵啊 惡夢僵啊 或是控制僵 惡夢型的控制僵 都可以 但是我之後CHR 我覺得還不錯的一個陣容 但我先跟你說 我保證強不強 因為女團 他其實已經過了最強勢的期了 那現在我覺得加入亡元機 可能會帶來一個不一樣的環境變化 我跟你們講一下他的運作 董白大家的技能就是 呃... 他就是一個保底角 女團應該沒強過 對對對 但是現在我覺得是他的一個轉機 那之後有可能的話 因為我自己是有玩髒水隊的 那我可能會把他嘗試加入去那個... 髒水看看 好不好用 但以女團來說 現在這個是我覺得夠底 我們董白去做一個保底動作 那他有沒有辦法發揮 其實不一定說是這麼重要 但是順風局他影響不大 逆風局他的影響很大 這樣 懂嗎 然後增肌就是 他還是要站 因為他是女團的... 整個... 維持續戰力的痕跡 因為我們女團是抗隊 我先跟各位說 之前我有跟大家講過 女團是可抗可滅 對不對 你們還記得我之前影片有講過嗎 女團是可抗可滅的隊伍 但如果你們要玩我現在知道的這個隊伍 請一定要走抗 對 100%要走抗 你以100%走抗的話 其實在打很多隊伍時 我覺得都有機會去玩 有機會去贏的 增肌站2號或5號都可以嗎 其實增肌站2號或5號 因為他打他是讓周圍的人 對 所以你要站2或5都可以 我自己覺得 你如果覺得他扛不住的話 你不要讓他扛那麼多的話 你... 變成... 只保各一個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懂嗎 就是你看... 你自己的降魂啊 其他去做配置 再去看 你覺得他能不能扛得住 這樣... 董白應該不需要保... 呃... 其實董白... 我覺得你還是要把他當成一個 需要保的動作 你們懂嗎 因為你讓他太早死的話 其實... 也不太好 你... 你也是說不要讓他太早死 所以我會建議是這樣子去做 你們知道現在隊伍裡面有幾個補血角色嗎 貂蟬有配換5頭會補血 花蠻跟馬鈴鹿的羈絆是花蠻會... 對手打你的時候花蠻會補血 會幫隊友補血 然後馬鈴鹿是那個... 補火之後會有補血 王元機補血 真機補血 我們現在這個隊伍裡面有5隻角色會補血 然後貂蟬控制 王元機增傷 花蠻增傷 馬鈴鹿也是很痛 因為他有無視防禦 董白逆轉角 你雷印七八掉 你貂蟬要放在這邊 就是惡夢體系史 你就不要放貂蟬了 可能會放一個... 劉備當掛罪 到時候再教你了 等出了之後其實... 呃... 你的二隊其實就會變得... 呃... 你光是一個婦女隊 你就可以拆那兩隊 一個婦女 一個... 富爾江配一個女團這樣 所以這是我絕對見你們的女團啦 這樣的辮子就是你會... 很坦 然後傷害就交給他們三個去打 控制 補血 然後超級坦 這樣 這樣 我自己覺得這樣很強啦 那沒有打過就知道 那一樣就很怕一個東西 其實這個隊伍很怕一個東西就是控制 你被控制住就完蛋了 所以... 因為我們這些角色都沒有抗性你知道嗎 所以你被控制住會很慘 日後大橋出的時候你又可以再做一個... 鋁橋追擊 當然鋁橋追擊就不會是放荒原飢餓 董白要集火才有用 烏火 我就能說... 董白真的要用烏火 我不想跟你們亂講啦 你們知道嗎 因為董白為什麼我跟你們說董白要用烏火 很關鍵 真的很關鍵 因為他這個... 復活會變成重置兩次 這個超重要的 你沒有這個的話 你用起來會很尷尬 傷害雖然會變很痛 但最重要是你要重置兩次 就像我們在玩戰棋 那個自走棋你們知道 自走棋你的董白如果沒有烏火 也常常會翻車 江維也是烏火 但江維比較好一點的是他三火就可以用 不過傷害會差很多 我跟你們講一件事好了 DH3出大橋的幻武還要不要衝 還是要衝 因為... 你還是要打騎車啊 大橋一直都騎車成腳 那你配上幻武 哇那厲害了 我們如果說要去跟火燒打的話 我覺得蠻有戲的 因為火燒他沒有一個硬控制 然後兩邊的傷害其實都蠻優秀 反正試試試看 我覺得這隊比較怕的是... 那種純控型的 如果一旦被控制就尷尬 那其他的我覺得都有吸 王燕姐要上場的話 你看你是PVE還是PVP PVP就是烏火 PVE五星 就這樣 那我們來體驗一下 我看一下他 這樣三星 在... 呃... 黃天裡面 看這樣會不會倒 等一下給你們看喔 等一下給你看他的技能 你看他現在用預言對不對 你看 這就是會放上預言 然後補血 他放上預言之後 補血 因為他的是... 呃... 怒弓潛 跟普攻 你看這個不錯 那其實三星... 就能用耶 在打PVE的話還不錯 欸你們看喔 呃... 這個三星其實... 欸我現在是全服第一王元機耶 真假 我三星而已 全服第一王元機啊 OK啦 失了失了 我花了這麼多幻星 超過一隻三星王元機 就可以拿到全服第一 感覺可以推很後面 我覺得... 有搭配這兩個人之後 應該可以推超多的 我們看一下 上去之後可以推到哪 司馬可以推出的嗎 你有王元機之後 我覺得司馬就... 沒那麼重要 真的 以前我不是做新手 就抽那個... 司馬翼 但你現在有王元機的話 我會推王元機 不會推司馬 而且... 跟女團更大 打架我真的覺得 三星可能沒辦法用出什麼東西 而且我的那個... 女團 對我真的太差了 我們要買花嘛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如果要把王元機塞進去 我就是... 我現在是用一個司馬 我還要把司馬擺進去 因為... 大家試試看三星王元機好了 可是我們家很虧耶 我這真的很虧 沒辦法幫王元機開機板 那我可能還是要塞一下 不過兩隻 可是我才是... 我試試看啦 我反正輸了就算了 那我們這樣的話 其實我要把... 劉備放在第一位 然後... 王元機... 王元機我要放在後面去了 我再給他一次機會 因為他三星而已 我不可能把他放前面嘛 加油 挺住啊 有 他有機會 他有機會 可以發到怒攻 可以 這邊... 接下來就是兩隻了 我們來看他補血效果 補血 有了 又不到 會贏喔 會贏耶 雖然他的配法有點奇怪 但三星王元機 我只想看他... 能做到... 以這個等級來說 能做到多少事情 有空兩個 贏了 贏是一定贏的啦 但我想看傷害 看那個效果 王元機... 欸 王元機三星傷害打792 792萬 三星而已喔 欸 三星... 比... 比他賣高 這OK吧 這傷害OK吧 以一個三星來說 如果他今天是無火 傷害不得了 雖然他們都是偏功能性的角色 但傷害來說 王元機是贏的 補血量 沒有... 這場沒有想像中那麼出色 因為他沒有辦法發動那些疊加的 效果 就還好 但... 蠻令人期待他無火之後的 那我們...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